替立法會眼眉,民建聯全力護航 上星期張曉明在《文匯報》寫了這篇6000字的文章 明說要將對香港的監督權落實好 桓太昨天就說,可能要經官覺得 過往中央監管立法會通過的法例過於寬鬆 以時阿爺或者會破天荒,對立法會通過的法例 叫大家到時不要那麼驚訝 接連有左派聲音,說香港這樣不好,那樣不行 很可能是為突顯中央權力,再為23條立法鋪路 我相信是提出香港人,我們中央是沒有大控制權的 我們到現在為止,都不是所有權都用 但現在可能你們在搞狗爭,為什麼要搞狂獨 所以我們都收緊了 基本法23條,見鬼鬼霸 基本法23條,見鬼鬼霸 當年23條引起這麼大迴響 現在又說想翻炒,香港人當然緊張 但都還有人為他們護航 除了這幫維園阿伯之外,又短縮得民建聯 中央政府可能他給某些意見,可能他有一些善意的提點 如果你說好像家裡,阿媽有時跟兒子說 喂,那你何時收拾一間房 可能兒子通常都會說,可以了,可以了,會搞了 其實是很普通的一件事 不過一國兩制,根本沒有歷史可循 如果阿爺不肯下放權力等我們港人治港 試問又怎樣一國兩制呢? 中文字幕——YK